亚太战略持续扩张 美国的炮口抬起 我们中国要反击它 有两步很关键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在阿拉斯加最近举行了一场 规模不小的军事演习 这里边吸引人的 除了演习科目涉及北极之外 还有这么几个参与国的身份 格外引人注目 这几个国家呢 就是蒙古国 和韩国 而就在军演结束后 没几天啊 美国海军部长 再次现身韩国造船厂 这个海军部长 到韩国造船厂 目的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看中了 韩国的造船行业 这一点呢 并不令人意外 美国海军在军舰制造 和维修上的困境 几乎都是已经瞒不住了 军舰 航母 核潜艇 都排着队 等着要维修 修不好的 干脆就直接退役了 造到一半没钱 继续造的 就成了现役军舰的 被剪裤了 说难听点 美国再无法 振兴它的造船行业 它的霸权 基本就可以宣布结束了 所以美国人非常着急 这种焦急在亚太战略中 是有所体现的 纵观全球造船行业 顶尖造船厂几乎都在亚洲 中日韩三国几乎占据着整个世界的造船市场 所以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 日韩那是绝对的核心 日本最近不声不响的 改造了两艘航母 美国它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它只是装聋作哑而已 说不定以后航母 又得在日本造 在日本维修了 而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国家 具备建造航母的能力 那就是印度 所以印度这两年 可以说是美国的掌上明珠 莫迪想买美国啥东西 拜登是无不点头答应 换来了美国军舰 可以在印度进行维修的合作协议 当然了 造船厂只是美国瞄准日韩印的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仍然是日本韩国和印度 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作用 半岛局势 台海问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 都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政治军事问题 美国有意用这些问题 制造矛盾 拖延住中国发展的速度 除了日本韩国印度 美国还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中亚 但中亚五国个个都不傻 表面上和美国眉来眼去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把美国当回事的 去年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之后 把中亚五国拉过来一起开了个会 结果会议全程 那五个国家的领导人 几乎是一句话都不讲 只让拜登讨了个没气 除了日韩印中亚 美国还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澳大利亚 美国是一心一意拉着澳大利亚 加入美国的核力量级绩 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 说到底啊 他就是想把澳大利亚 变成美国亚太战略的前进基地 原因在于呢 日韩打起仗来没有战略重真 不能当成美国真正的基地 从美国这些在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啊 就可以看出 他的亚太战略已经是阶段性成熟了 除了印度之外 日韩澳大利亚都在向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很显然啊 美国亚太战略扩张方向明确 并阶段性收网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美国在亚太将战略炮口 就架在了我们中国的门口 直接指向中国 那我们该如何反击呢 个人以为啊 我国的反击有两点很关键 首先是要保证中亚方向的稳定 这一点呢 俄罗斯是关键 因为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关系不浅 尽管这两年啊 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点下降 但中亚五国的国防安全仍然在俄罗斯手里 这就意味着啊 中亚的稳定啊 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俄罗斯 其次就是在太平洋方向的 拒止和反介入能力了 这一点只能我们自己解决 而方法就是要加强海军空军和导弹的实力 我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三艘航母 肯定是不够的 零五五的数量肯定也需要增加 甚至殲三五也都只是开始 专克航母的反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都是必须要有足够准备的 但在我们的角度看 只要我们这些实力做到了 那美国构建的亚太战略 也就是纸老虎了 一戳就破了 各位以为如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